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读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单人跑一个字 背着背 读笔 读成了皮 皮是错的 笔格迷人 这里是一个音译 第二个是金物 金物当时读成了物 实际上这个字念护 竹字头下面一个物 指的是大臣手中拿的一种东西 好 今天我们正在读第二节 美洲印第安文明 美洲包括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两大部分 北美洲主要包括美国 加拿大和格林兰岛等国家和地区 美国以南直至南美洲最南端的和恩角为拉丁美洲 由于这个地区过去是拉丁语系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故称 拉丁美洲地理上习惯分为四个部分 即北美洲的墨西哥 中美洲 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 美洲的原住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以及艾斯基摩人 自称 因伊努特 艾斯基摩一词意为是生肉者 因伊努特是人的意思 他们是从亚洲迁入新大陆的蒙古利亚人种 其中印第安人早在大约距今四到五万年前 就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洲 然后逐渐向南迁徙 那时位于亚洲东北部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岭海峡 有鹿桥相连成为人类和各种动物迁徙的通道 后来在曾经覆盖整个加拿大的冰原融化之后 洛基山与东开遇了一条畅通的走廊 西伯利亚蒙古利亚人种的一些猎人 就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来到美洲平原 大约在距近一万年前分布到南美洲各地 艾斯基摩人从亚洲移入美洲 在时间上要比第一批到达美洲的印第安人晚得多 主要居住在北美洲北部和北极地区 以受累和捕鱼为生 艾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同属蒙古人种 但有明显的区别 如艾斯基摩人手小脚小B型血 ABO制的人很多 而印第安人中则几乎没有B型血的人 他们的语言属于古亚洲语系的艾斯基摩语 分为西部、阿拉斯加、中部和东部三个语言集团 各集团的语言和方言相互之间都很接近 印第安人的语言有很多分支 共有1700多种语言和方言 15世纪末以前 美洲大陆和世界文明巴达地区隔绝 而且住在美洲各地区的猪民族之间缺乏联系 所以美洲生活历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欧大陆 当时印第安人和艾斯基摩人的猪部落大都处于原始社会制造 不同发展阶段 有的部落盛行母系氏族制度 有的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 有的已经发展到了父系氏族阶段 有一些比较发达的部落则组成了部落联盟 只有居住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 安地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形成了古代文明国家 他们创造了灿烂多彩的玛雅文化 阿兹特克文化以及印加文化 玛雅人国家和玛雅文化 让我们来仔细的读一读这个标题 玛雅人是美洲印第安人中文化最发达的一只 创造了发达的文字体系 玛雅人分布在经墨西哥合众国 瓦哈卡州以南 威地马拉全境 大尔瓦多和洪多拉斯西部广阔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初 玛雅人已经发展到定居的农业文明 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 在尤卡塔半岛南部佩藤伊扎湖的东北 出现了一些城邦 到九世纪末 仅有文字记载的玛雅人城邦 就多达110个 著名的如科潘 经洪多拉斯西部边境 提卡尔经威地马拉北部 帕伦克经墨西哥 恰帕斯州境内等 但是到了九世纪末不知什么原因 尤卡塔南部各城邦突然衰落了 另一方面六世纪初 在尤卡塔北部形成的齐清伊查城 伊查城邦逐渐强盛起来 也许叫伊扎城邦应该是 伊扎城邦逐渐强盛起来 并成为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 10至11世纪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其他城邦 重要的有玛雅潘和乌斯玛里等 12世纪末 玛雅潘强大起来 在其他城邦中确立了霸主地位 并且一直维持到15世纪中叶 玛雅这个名称大概只有是 在玛雅潘成为尤卡塔半岛 北部的政治中心时形成的 以死41年 被玛雅潘统治的各城邦 在乌斯玛里的领导下 开始了反对玛雅潘法权的斗争 结果玛雅潘被起步了 从此以后尤卡塔半岛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 彼此混战 不争雄产 玛雅人陷入了长期混乱 不安的局面 1541到1546年间 西班牙殖民者侵入了尤卡塔 玛雅人的独立发展被打断了 玛雅人社会 奴隶战友制也有相当的发展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俘虏 此外还有战务奴隶 以及一些对犯被贬为奴隶 奴隶买卖的风气也很盛行 王室 贵族和货人都占有奴隶 用奴隶从事一切反重劳动 如砍伐森林 开辟田地 耕作 建筑宫殿和房屋 修路 捕鱼 搬运货物等等 自由民之间的分化很学术 贵族占有奴隶和更多的财富 享有特权 尤其僧侣贵族地位更为特殊 由于僧侣是代表和执行神的一指导 并且是唯一偷小立法的人 所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 享有很高的权威 城邦最高统治者 称为哈拉奇 维尼克 亦为大人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职位士席 他以最高祭司为顾问 利用神权来维护政权 他任命贵族为地方行政长官 村长 管理各个村舍 村长为终生子 他必须服从最高统治者大人 他们的任务是向村舍农民征税 维持地方秩序 省领 送送案件 战时指挥本村舍的军队 村长也以本村舍的祭司为顾问 玛雅人社会主治 以农村公社为基本单位 土地为公社所有 定期分给各家族使用 产品为用户所有 贵族则占有较多的 较好的土地 尤其果园 可可园 已成为他们的固定财产 农民必须负担供货和摇曳 为贵族耕作 向国家纳税 并负担军队的开支 自由农民负债无力偿还时 将变为债务努力 有的军事贵族甚至把 处于依附地位的公社成员 卖给外国商人当努力 反映玛雅社会阶级分化 和阶级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农业是玛雅人的主要经济 他们用刀根火种的 原始农业耕作方法 种植玉米 甘薯 西红柿 南瓜 豆磊 莲花 以及可可等 玛雅人没有家畜 只有少数家禽 如火鸡等 食肉依靠狩猎和捕鱼 手工业方面 玛雅人用陶土 木头和石头 制造各种器皿 生产工具和武器 用棉花 龙舌蓝纤维基布 玛雅人那里没有矿石 他们从墨西哥和幽花坦 以南地区取得金属器物和装饰物 玛雅人的交换也颇为发达 每个村落和城市 都有广场作为交易的中心 以可可豆作为交换的媒介 在市场上除买卖各种物品外 奴隶也是交换的对象 玛雅人创造了举世文明的玛雅文化 他们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在天文 历法 算术 建筑 以及文字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著名的玛雅力就是 玛雅人创造的一种太阳力 以365日为一年 一年分为18个月 每个月20天 加上5个无名日 无名日是头一年的神已经退位 新年的神尚未来临的空荡时期 因而被认为是不祥之日 为了避呆 玛雅人在这个时需摘戒和祭祀 玛雅力的精确程度 不超过一分钟的误差 玛雅人能推算出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周期 按新的运行来确定昼夜的时间 齐青阴扎天文台 齐青阴扎天文观像台 是玛雅人的天文学成就之一 它是在两层高台 高大台阶上筑起的圆形建筑 内部有螺旋形的梯道和回拉 观像台的主要部分 上层的观像室 现已损坏 无法考察其构造和装置 但从残存的建筑大体上 可能可了解 齐天文观察的精确性结构 精确结构是 在上层建筑北面的窗口 通过厚大三米的墙里 形成两道对角线 从此望去 在右边可以看到春分和秋分落日的半圆 南边的窗口的对角线则正好指示着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玛雅人还以手和脚的二十个指头作为计算的基础 创造出了二十位近位法 特别是把零的符号最先应用于计算科学上去 显示了他们杰出的创造天台 玛雅文化的另一伟大成就 就是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体系 这种文字是由大约850个图形和文号组成的 它既能表意又能标音 它有三种形式 一表意的表示整个词 二标音的字母和音节符号 三音调的解释意义的而不是读音 玛雅人用毛发制笔 在棕色的棕皮上 在彩色的 用彩色的棕皮纸 用彩色在棕皮纸上书写 当时能掌握书写的人 只有僧侣和少数贵族 他们的书写和记录的 不仅有其他语和预言 还有神话 诗歌 戏剧 历史 以及天文和立法的科学诸作 这些象形文字作品 绝大部分被西班牙教师当作异端魔鬼的作品予以焚毁 并用火星烧死了许多掌握玛雅文字知识的僧侣 这使象形文字除了一些表示数字和日系的符号外 其余的文字至今无人适足 现在仅存三种玛雅文古抄本 德类斯顿抄本 马德里抄本和巴黎抄本 这些抄本都是玛雅祭司用的祭祀礼典 内容有关于祭典各种神灵的礼仪规定 以及关于杀生祭贡的祭代 玛雅各城邦都很重视自己的历史 习惯把国家的重大事件用象形文字刻在石碑或石柱上 一般每隔20年就历史既是一次 现已发现石碑或石柱就有数百个 近卡拉克莫尔金墨西哥东南部 一地就有石柱103个 其中最早的石柱建于公元292年 在威迪玛拉东南部基里瓜发现的石柱 包括台积在内高达35英尺重65吨 是其心已发现的石柱中最大的一个 这些历史明背的发现 为人们了解古代玛雅文化提供了十分珍贵而确导的历史资料 玛雅人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壮丽宏伟的建筑 庙宇和宫殿 上面都是有胡雕和彩色壁画 其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十分精湛 位于宏多拉斯西部的科潘城 是玛雅艺术和天文中心 以石碑和岩壁上的雕像著称 科潘遗址是16世纪发现的 占地长阔都在数公里以上 中心部分是包括五个广场和神庙 宫殿 球场等组成的建筑群 著名的象形文字提岛宽八米 在九十多级的台阶上 刻有两千多个象形文字符号 这是玛雅象形文字最长的名课 也是世间提名学罕见的珍贵文物 乌斯玛尔经墨西哥尤卡坦州 梅里达南部遗址面积 约为160英亩 主要建筑物有乌神庙建于一大金字塔顶上 方形宫殿有四排长方形建筑面向中间的体育院 各有许多小室可能为祭祀的住所 酬掌宫处立于三层接地之上 是每周十种样式的建筑物中最重要的一种 龟厅为小型建筑 因其原雕有海龟不明 歌厅为一方形建筑 其中一排房屋一屋脊有数百个开口 形状颇似戈篷 富有此名 乌斯玛尔建筑 共识精巧形状奇异 优美壮观 周云的齐青衣茶 衣扎 经墨西哥尤卡坦州中南部城 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建筑物 如大金字塔 球场 大祭司种 石柱群 以及武士神庙等 其中库布尔坎神庙高达29米 建于周边各宽55米多的金字塔台基上 台基分为9层 每边有90多级阶梯 神庙正面阶梯的底部 有两个带羽毛的舌头石雕 张嘴吐舌 造型生动 在皮特拉斯尼格拉斯附近发现的波南姆帕克彩色壁画 是唯一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古玛雅壁画 壁画跃作于6到8世纪 画在一个山岗上的神庙里 画庭共有三个房间 内容包括战争与凯旋 庆祝游行 呈献共赴 审判战俘 以及贵族的遗障等 构图严谨 色彩绚丽 造型 精确 神情逼真 充分体现了古玛雅人的社会生活面貌 阿兹特克人和阿兹特克文化 阿兹特克人是超纳瓦特尔语的印第安人 阿兹特克一名源于其故乡 阿兹特克意为白帝 此地坐落在墨西哥西北部 12世纪中叶 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 自北向南迁徙 斩折两个世纪之旧 后来才定居于 墨西哥盆地 1325年 在特斯科科湖上的 特诺奇蒂特兰 建立了政治中心 在阿兹特克人到达墨西哥以前 控制墨西哥地区的是 托尔托克人 托尔托克人 也是操纳瓦特尔尔语的民族 原来住在太平洋沿岸 后来移入墨西哥盆地 并在墨西哥以北 约50英里处 群山环抱的托兰 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据传说 公元900年 托尔托克人 在其首领 米斯科特尔的领导下 自北向南迁徙 占领当时的名城 特奥地瓦坎 把他洗尽一空 米斯科特尔之子 托皮尔城继位后 于十世其末 兼并周围许多城邦 缔造了一个帝国 当时 托尔托克人 还曾进攻过 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人 并占领 青青一扎城邦 统治达两个世纪之友 十二世纪初 游动的齐西梅克人 入侵 摧毁了托尔托克人 在墨西哥中部的霸权地位 十二世纪中叶 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 毁掉了托兰城 托尔托克人 从事农业 经历手工业 由于建筑和手工艺品 文明 据说 是他们首先在美洲 制造金属工艺品 采用巨型门廊 蛇型柱 巨型人像柱 人形 以及兽型 长齐者 还有十分别致的两绳卧像 托尔托克人 建造的太阳金字塔 高64.5米 底部面积为 220米 乘以230米 塔分四级 乘方形 方位节正 太阳神的 巨型雕像 面向正东 胸前相视金银板 与朝日 归宜十分壮观 太阳金字塔的建筑规模 可与埃及最大的 胡佛金字塔媲美 托尔托克文化 对后来的阿兹特克文化人 而阿兹特克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兹特克人在 从其互相向南迁徙时 尚是一个 神族制作的原始部落 或者游动不定的生活 传说 太阳神兼战神 奇罗波特利 曾经启示他们 如果看到一只 鹰站在仙人掌上 捉食一条蛇 那就是他们应该定居的地方 其次 按照神的启示 领导阿兹特克人 寻找定居住所 经过两个世纪 终于在 特斯科哥湖的小岛上 发现了 鹰桌蛇的地方 1325年 在那里建立了 特诺奇地特兰城 特诺奇地特兰城 及后来的墨西哥城 所以 鹰吃蛇的图案 就是今天墨西哥 合众国的国徽 阿兹特克人 来到墨西哥平原以后 与当地居民混居 并介绍了 他们较先进的文化 社会很快得到了发展 15世纪 阿兹特克人和 特斯科哥人 特克拉科班人 集成部落联盟 不但不断扩张 先后征服了周围许多部落 其势力向北扩张到 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 向南一直到达 威迪玛拉 在长期征战中 阿兹特克人寓意强大 成为同盟的首领 15世纪末 但墨西哥中南部形成 一个不原辽阔的帝国 特诺奇地特兰城 成为这一帝国的政治中心 蒙泰古马二世 1502到1520年时期 加强政治组织 将帝国划分为若干行胜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 政治军事宗教官僚体系 人民会议业已不复存在 同志者多采取专制统治手段 阿兹特克人的军队 以勇敢善战著称 男子自15岁起 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军事首领的权力和地位 十分显耀 重要的军事酬长通过 通常有监审判和祭祀的指导 他们率兵住在各地 统治人民往往利用神的成为 酷使人民为其利益服务 处于依附地位的各部落 必须服从阿兹特克人的利益 并要尽献共纳 阿兹特克人发展了一种 独特的农业工作法 服务员工作法 即在用芦苇编制成的 芦筏上堆积泥土 浮在水面上 然后在这新造的土地上 种植作物和果树 利用树根来拱护这些人造的 浮动原谱 同时也利用湖面上的土地 种植玉米豆类 南瓜 西红柿 甘薯 龙舌兰 胡瓜果 可可 莲花 烟草和仙人掌等 狗是他们唯一的家畜 家庭主要是火鸡 土地柜公社所有 本田各个家族共同耕种 此外还有专门供养祭祀 和军事首领的土地 以及供需军需用的军用地 这些土地用公社成员和奴隶来工作 奴隶主要有战斧和战务奴隶 组成 贵族和祭祀一般都占有奴隶 用以从事工作和建筑等劳动 奴隶也是卖卖的对象 阿兹特克人的手工业相当发达 虽不知道野铁 但会锻造天然的金属 阿兹特克人采用天然的铜锻造铜器 在锻造和磨压精气细工方面的 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阿兹特克人的制陶技术也很高明 他们制造的陶器是鹤立黑文 文样多用复杂的几何图案 和花鸟鱼虫等题材 质地精良 形状优美 在仿制和织品的图案艺术方面 尤其出色 阿兹特克人的羽绣 用羽毛相线织成的羽毛饰物 清美异常 抱随下来的几件作品 虽经数百年 但仍然光泽鲜艳 质地精固 逐渐制作技术之精良 交换在阿兹特克人中间也很发达 特诺奇地特兰有宽广的市场 据说可以容纳5000人 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 有金属制品 绑制品 木器 石器 生产工具 骨器 装饰品 以及鲁鲤等 交换单位为金砂 并可用可可豆 作为零用的小货币 阿兹特克人 还同一些城邦和地区 甚至遥远的秘鲁 都有贸易联系 阿兹特克人在建筑方面的成就 更是局势文明 特诺奇地特兰的建筑 每官别致 全程分为四个区 每区分为五阶 这可能与部落 士族的住地有关 由于湖中的小岛不复应用 有些建筑在湖中 树起的木桩上 街道和房屋之间 靠水道交通往来 全程有三条 十米多宽的石头堤坝 通向湖岸 其中一条长达七英里 堤坝和湖岸之间 用吊桥相连 必要时拉起吊桥与防敌人进攻 由于湖水咸 为了解决城市饮水问题 修造两条石槽 把路上的淡水引到岛上 城内有四十多座金字塔形的残庙 最大的一座高达 三十五米 有一百四十四级台阶 还有雄伟的宫殿和大厦 在巨大的建筑物上 涂以白色石膏 荧光耀眼 瑰丽壮观 阿兹特克人在尝试的生产活动中 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 他们能把一千二百多种植物 予以分类 能对动物和矿物进行分类研究 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学 取得了显著成就 阿兹特克人在西州玛雅人 和托尔托克人文化的基础上 创造了自己的象星文的历法 他们的历法 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 瑞年多加一天 他们把历法刻在直径近四米的 圆形石柱上 称为圆形历石 又称太阳石 立在特诺奇蒂特兰城中心的广场上 以便人们利用 1977年 又发生了一块直径为 11英尺的大型历史 月亮石 月亮石得名于一个神话传说 月亮女神想要杀害她的母亲 地球女神 但她的阴谋 被她的哥哥太阳石发掘了 为了拯救母亲 哥哥把妹妹杀死了 并治疾了她的躯体 所以月亮石上刻的 月亮女神肢体分离 手头翼处 太阳石和月亮石 是阿兹特克人留给后人的文化艺术瑰宝 阿兹特克人还有许多项性文字 书写的图书和画册 遗憾的是 这些图书几乎全部被西班牙殖民地 这个被毁掉了 保存下来的两本共税册 是研究阿兹特克人历史的针对资料 印加帝国和印加文化 南美洲安地斯高原 是美洲古代文明的另一个发想地 最早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是 奇楚亚 爱马拉 以及其他语系的部落 公元前若干世纪 他们创造了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文明 印加人 是奇楚亚语系的部落之一 印加人崇拜太阳 自认为是太阳的后裔 印加一词 印加安语的含义是 太阳的子孙 12世纪以库斯科 经秘鲁南部为独城建立印加国家 15世纪初开始扩张 征服了邻近的许多部落 发展为福原辽阔的大帝国 到1532年西班牙入侵时 它的版图西陵太平洋 东至亚马逊和热带森林 北至厄瓜多尔北进 南达智利的马乌来河 大致包括今日的秘鲁 厄瓜多尔智利北部 以及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 南北长达3000英里 辖地面积80多万平方公里 统治将近1200万的居民 另外一说是600万人 其中包括齐楚亚人 爱马拉人 摩奇卡人 普吉纳人 以及其他更小的各域系的部落 印加帝国被称为塔腕停苏 亦为四方之国 印加人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 他们享有特权 不他家劳动不负担捐税 依靠从被政府部落收贡付 而以剥削普通公社农民和奴隶劳动 或者优越的生活 他们必须效忠于国王 构成军队的核心 随时映照南征北战 国王享有很高的权威 被认为是太阳的化身 称为印加卡帕克 意为伟大的太阳子孙 他依靠军队和贵族官僚机构进行统治 用严厉镇压手段推行正义 印加卡帕克出行 平民必须服服道旁迎送 印加社会的基层组织 自称为阿伊鲁德市农村公社 它是由市族和大小不一的公社 组成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合一的社会基本单位 村社土地分为三种 一为太阳田 供祭司和宗教活动的费用 为祭司和寺庙所有 二为印加田供王室和公共开支需要 为王室所有 三为公社田是村社的共有地 分给各家庭耕种 原则上按人口变化 每年重新分配 如果我们人口没有变化 原来分配的分地依旧不变 事实上等于中心占有 除耕地外 庭院 房舍 菜园等 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私有财产 土地的耕作次取一直是 先种太阳田 次种印加田 最后种公社田 太阳田和印加田 除使用公社农民无偿劳动外 还使用奴隶劳动 奴隶除战府外 主要是从被征服部落征集来的 印加人经于农业 他们培制了大约40多种农作物 以玉米和马铃薯 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此外还有南瓜 干薯 西红柿 可可 菠萝 龙舌兰 木薯 花生和棉花等 这些作物大多是由印加 传到其他大陆的 印加人为了扩充耕地面积 在坡上筑起 层层梯田 并建立了灌溉系统 把山进 溪流 引进渠道进行灌溉 序幕也方面 主要巡养美洲鸵和羊鸵 鸵和羊对古代印加人来说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古代印加人不只用轮车运输 而鸵则是良好的鸵处 鸵和羊的毛 皮 肉和油脂 而是解决因时之需的重要物资 印加人很早就掌握了 冶炼青铜的技术 他们用铜 金 银 锡 铝 等制造各种精美的器皿和装饰品 制桃工艺也十分精彩 桃盆和桃冠上 标有各种美观的图案 绵毛制品 精美别致 工艺进展 手工业者逐渐专业化 成为专门的手工工匠 印加国家对民间交换和贸易严格限制 手工业工匠主要为王室和贵族服役 农民衣食自己的佐温 某些地方缺少物资由政府要配 所以尽管印加人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 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空 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 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交换不发达 自然也不需要货币 印加的建筑和交通成就卓助 首都库斯科建在海拔 三千米群山环抱的高原平地上 有十分完善的供水系统 水区纵横交错 重要建筑物用十字导水管或十字暗渠供水 城中心有一大广场是举行封造仪式或节情聚会的地方 太阳神庙同位壮丽 它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成的巨大建筑 石块和石块之间不实会将严密合混 甚至连刀片都插不进 有的石块重达两千多吨 大礼堂从墙角到屋顶跪金板 两旁靠墙各有一排精致宝座 盛放着一顾各代印加卡巴克的木乃伊 黄金园林里的花鸟树木都是用金银制成 金树银花满原生灰 再用银制作的玉鼠鼠上 接着金光闪耀的黄金玉米棒 整个库斯科城互利堂皇 不愧是一座黄金的宝藏 印加帝国的交通建设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全国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 一条沿太平洋自厄瓜多尔向南衍生 直到智利中部 全长3600公里 另一条在内地 庞安地斯山修筑 北起哥伦比亚 经厄瓜多尔秘鲁 玻利维亚 阿根廷和智利 然后与沿海干道相接 长度与前一条相当 此外还有许多连接干道的支线道路 通向全国 沿途建有无数隧道和用藤蔓筑起的吊桥 有的吊桥长达60米 沿路每隔相当距离设置驿站和信使 在关矮和险耀之处建有要塞和风火台 风火信号四小时可传达3200公里 由于当时的印加还没有轮车和马匹 道路视为徒步的信使和驼出设计的 所以仅有部分落面经过路面经过铺器 铺道往往是顺势倒就的时级 道路严格陷于政府和军队使用 情报信息的传递 有一套严密的接力制度 每天可传240公里 印加人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 首都库斯科建有观像台 又以观察太阳的位置 来确定农业生产节气和祭祀的时间 他们以365日为一年 每年12个月 每月30天 10天为一长周 剩余的5天为短周 以冬至日为岁首 印加人崇拜天体 特别崇拜太阳 所以他们的天文知识多何宗教有关 在医药知识方面 印加人初步掌握了外科学 解剖学和麻醉学等知识 他们会做开颅手术 用同一种植物中提取的药物做麻醉剂 为了保存尸体 他们学会制作木乃伊 此外他们还认识了许多珍贵药物 如金基纳 土根 获香高和 香木碧 帆木碧等 印加人没有文字 用节绳记事 节绳方法十分巧妙 在一根粗绳上记上许多细绳 在这些细绳上 记着离粗绳远近不同的各种节子 用这些节子的位置和形状 以至节省的不同颜色标志 一定的数字或事物 由于没有文字 印加国家众多的部落方言很难沟通 印加人以 其处亚语为官方语言并创办学校 教授其处亚语和节省 及时方法 以推广其处亚语的应用范围 印加人民是勤劳勇敢和富裕创造精神的人民 他们创造着光辉 璀璨的印加文化 为全世界各族人民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是正当印加国家 新亡发达的时候 却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略 西班牙征服者的殖民统治 打断了印加人民的努力发展 第十一章两节 我们也读完了 第十一章是北美 讲的是中南美洲和美洲 中南非洲和美洲 明天我们读的是第十二章 亚洲国家的新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达 欢迎你明天继续关注 再见 明天我们下期见